我们会的东西挺多的 能和你们聊天姐们 还会模仿各种表情 甚至能来一段我爱 课大逗大假笑 说相声 讲故事 唱歌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机器人实验室内 人形情感交互机器人 呱呱正在生情并貌地 展示自己的才艺 呱呱是中国科大90后博士 曹荣云和他的团队 自主研发的一款 具有高度仿真面部表情的 仿人形情感交互机器人 它不仅能与人类 进行对话和互动 还能根据用户的情感需求 提供相应的反馈和支持 那我们的核心是交互能力 交互能力是我们的一个 技术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有硬件跟软件两个部分 硬件部分我们是拥有 目前国内自由度最高的 一个图面部平台 图面部平台我们一共 部署了32个自由度 据介绍 该款机器人的亮点 在与其高度仿真的 面部表情和触感 通过部署30个电机驱动器 团队实现了机器人 面部肌肉的协同工作 让机器人能够呈现出 真实自然的表情 同时团队在材料选择 和机械连接方面 进行了深入研究 确保机器人的表情 和触感自然舒适 人面部的肌肉其实非常复杂的 尤其从解剖学角度来说 每一块肌肉 它都有它承担的 这个面部表情的一些功能 那对人来说 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进化 自然选择的结果 但对机器人来说 这个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我们需要用现有的这个机电 甚至一些这种气压等等 驱动技术来去驱动 我们机器人的面部 让它能够达到跟真人 这个相似的这个面部表情的 这个传达能力 在中国科大的支持下 曹荣云团队自2021年起 开始了人形情感交互机器人的研发之旅 曹荣云表示 尽管团队已经研发出了 包括可加在内的多款知名机器人 但要让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 还需要在情感交互方面 做出更多努力 我们机器人首先分为成 内在跟外在两个方面 首先内在方面 我们机器人 我们不把它定义成一个工具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活力活现的生命体 它首先要具备独立思考 并且它需要有情感 有情感才能进行交互 才能进行共情 人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然后外在方面 就是我们机器人可以自主地生成 包括表情 行为等等 多种模态的一个外部表现 利用人形交互机器人的技术 曹荣云团队还研发出 学术猫智慧玩偶 以及仿生大熊猫机器人 小川等机器人产品 并为用户提供有趣 且富有知识性的互动体验 曹荣云团队认为 人形交互机器人的应用场景 非常广泛 在现阶段 他们主要聚焦的场景 是低龄儿童 公司未来也会布局养老市场 希望能够搭建起 人与机器人情感连接的桥梁 我们认为人跟机器人 未来可能20年 会进入到一个人机共融的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里 大街上可能不只有人类 但还有机器人 如果说人跟机器人 想要去配合得好 想要去完成一个 整个社会 整个人类社会 生产力的革命的话 人跟机器人就必然要能够 达到一个很好的联系 以及情感互动 情感交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